in the super是以日常與休假之間為主題的節目 在2020年8月播出的第一季中 邀請了BTS到春川的別墅中 度過七天休假享受愜意生活 時隔了一年 節目再次邀請了BTS展開in the super第二季 近日釋出的預告片中 可以看到節目組為了BTS展開了巨大工程 不但親自建造了專屬於BTS的別墅 還蓋了游泳池、健身房、網球場、籃球場等 從建築設計到完工整整耗時了一年 讓BTS的成員們看到後也不免驚呼 好像在拍電影真的太不可思議了 而粉絲們看到預告後也紛紛讚嘆 又再次被大黑驚艷到了 已經太期待他們會在那裡做什麼事啦